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因为金华城弊案被羁押 17号的中秋佳节 将会在看守所度过 虽然没有办法和亲友团圆相聚 但台北看守所为中秋节 准备了丰盛的菜单 晚餐更包含了食井火锅 根据公布的菜单 台北看守所在中秋节夹菜 早餐方面提供了广式瘦肉粥 搭配香笋鱼鱼 而午餐则有脆皮卡拉鸡排 食井卤味 开洋食蔬 还有白沫莲子汤 晚餐的菜色更为丰富 包含了黑胡椒牛柳 三杯鸡丁 鲜笋绘双菇 以及食井火锅 更加菜两个蛋黄酥和一个柚子 菜单曝光之后 台湾网友在网上热烈讨论 有人笑称 克文哲中秋节有火锅吃呢 怎么感觉比很多上班族 吃得都更好 还有人就指出 看守所内没有冷气 吃火锅恐怕会热得受不了 欢迎订阅